大家好,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4月18日星期日的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澳洲红一鸣,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马来西亚的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芒也好 还有我们今次的嘉宾,芒景辉,轻舌,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芒向编辑部》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次回到来,继续讲一下B&O家的趣事 其实虽然是趣事,但是笑中有女 想出走去英国,原来要花点功夫 或者都可能会遇到黑暗面 因为他们经常说,有手有脚 有决心就一定行,有信心,一定行的 我说不行的,没有说天无知人之路 叫大家要过去 原来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故事 可能英国方面 自己都知道英国的黑暗面 究竟是什么 所以近来 大家也吹了一段时间 也说了一段时间 就说拨款大概4亿 搞了一个叫做B&O公民融入社区计划 当然会出一些小冊子 有什么欢迎你 还是什么 问题就是 他们害怕很多 他们盲中中 又搞了很多笑话 甚至乎都遇到在英国有些洋人 可能真是瞄准这帮来的羔羊 代载羔羊 这样就拖来又拖去 现在这一件挺搞笑的 好像拖了你几下 等你止了去再拖两个东西 挺搞笑的 现在出了这些叫做 欢迎你的小冊子 都叫好一点的 因为他们可以知道 例如 今次我想说 租屋各方面的问题 知道了 有什么投诉也好 或者怎么去找人帮助也好 或者助长了这帮甚至乎 瞄着这些香港来的 BNO羔羊 让他们先不要这么猖獗 今次再说 继续用Loss of the Ring的形式 Leave outside the rules的形式 去英国那些 其实到现在都还有 因为有一些 他们想很心急 就说 因为BNO visa 都要申请又要时间 又一定怎么样 可能又要等 又这样那样 有一些就直头 现在想着用了这个形式 照样过英国先 去到英国了 我半年里面慢慢再申请咯 一定sure win 一定得的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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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填方就一定得了 那好了 那么今次的主脚呢 就是叫做Eva 大家都知道的了 要去英国住的话 基本本不是买屋 就是租屋 那么多数都比较多是叫做 租屋 是不是 那么Eva一家人 本来 一家四口 本来计划了 三月就用这个 law of the rain的形式 移民去 曼切斯特的 曼联的扎根的地点 在去年的年尾 已经请了香港 地产代理 帮忙 密释一些楼盘 那么Eva就找到一家深水物业之后 按着这些业主的要求 填妥了所需的文件 都搞定了 还是怎样的了 但是接着 很搞笑 因为他 你记住 香港去英国 坐飞机都十二个小时 还没计算什么 搭车的机场等 业主要他亲身 去到英国 看楼 怎么看呀 所以唯有 就给了七九水港元 一些的代理费 就找了一些香港 香港代理 去帮他 去视察一下 那个物业的 七九水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对于移民来说 700元 都 湿碎啦 什么都好了 怎么知道 那个业主 突然间 又说 哎呀 我都是 啊 原来你个小孩的 那我不租给你了 那令到他就大失如说 咦不是吧 我看了 搞定了 还给了700元 因为 知知著著 又成那些 还是怎么样 又没了一段 又没了一些时间 可能过两两个月 又定点都好 他说我填表的时候 已经写到明 我家庭成员 是多少岁 因为经纪 看完资料之后 坚持叫他看楼 所以就 给钱 就帮人去 找人帮他看 谁知道一句 就令他 白白 就没了这个 看楼费 其实这样也挺好执的 是不是 也都会不会 经纪和屋主 夹一夹 就是 他们说没有 哦 那就是 嗯 是啊 因为可能 写明多少岁的小孩 就说 哎呀我突然间 不喜欢这个岁数的小孩 吹呀 这样也可以 想想 一个700 10个就7000的了 100个就7万的了 相当好执的 这班人 这样夹着打龙通也挺好 是的 虽然我们 觉得没有证据 很明确地说 但是 如果他们这么做 你都催他不长 直接拔他不长 为什么呢 你山高皇帝月 难道你为了这700元 又去告他又行吗 是不是 投诉他又行吗 很难的哦 又要再写英文 又要写封信 又要向哪个部门投诉 这方面 喂 搞得来 不如拿一声 找那间屋 要去租 还是怎么样 所以 有时 那个数目 是这样 他们都很难拿捏 究竟他还做不做什么行动 还是去追击他 还是怎么样 那好了 后来他又唯有要另外 再找一个 地方去租 是吧 那不如这个交给 阿King 说一下 好吗 好 这个Eva跟着怎样 阿King Sir 他跟着要去 另外再找一个 租盘 后来他密集到一个在 曼城 33区的 两房公寓 月租大概是 800 8千元港元左右 业主讲到名 包全屋家私 Eva 觉得 租盘相当之吸引 他说 我们不用去到英国之后 睡地下 或者去 Airbnb之后 再搬家 因为两个小朋友 加上有10件行李 搬动起上来 相当辛苦 签订合约之后 当地 洋人 经纪说 Eva 可以在 3月7号入住 好可惜 后来 都客 不肯 离开玩家 改为 4月7号 才可以入住 足足拖了一个月 本来都说 两个月 有得他啦 谁知 不到两个星期 这个洋人经纪 又再改口 说租客 已经搬走 可以 3号 7号 3月7号入住 Eva 说唯有按 这一个日期订机票 本来以为 陈埃落定 谁知 收好东西 一个星期 出发之前 一个星期 第三度改口 又说 3月7号 因为是 星期日 洋人经纪说 那天我放假 彩你都浪费 不会 交锁匙给你 希望 依法改机票 或者 在伦敦 住一晚旅馆 第二天再乘车 去曼城 拿锁匙 那真是激动 爆炸 西人就是这样 他不帮你 不接受你的 就是不理你 就不理你 是吧 有钱真是不是大 真心地说 在西方社会 有时候 那他之后 都好像 那些什么 经纪 又说这样 又说什么 有没有人情味 自己解决 这里是一件事 我们再说 整个故事 好吗 跟着这个 Eva 挺搞笑的 他后来 订了机票 不过 他都不想 家人 一家大小 在英国 周居劳顿 最后都尝试一下 会不会 要改机票 改机票 都叫做OK的 转转间 终于去到曼城 谁知道 去到曼城 又是另一个 恶梦 诞争了 还有 还有 恶梦未完 不如 King Sir 再说这个 Eva 跟着那个 恶梦 好吗 没问题 他们 一家大小 三月 顺利 看达 这个公寓之后 发觉 真是吓了一跳 都的时候 声称 全 包全屋家居 这家屋里面 竟然是 没床 一家四口 一语成竹 真是要 打地铺 和 睡渣 睡梭法 另外 浴室方面 更加 精彩到绝能 King Sir 可能说不到 太好笑了 King Sir 正在笑着 泳河你 我都忍不住笑 他说 浴室的花灑的温度 停留在60度 不能够调交 哇 你为什么要煮温泉蛋啊 他想试试 浴室的花灑加其他水 还是怎么样 因为你60度 那么冷 那么冷 熟了 慢煮 慢煮 雨都可以 热水呢 这个是 热水呢 这个是 笑话 他说 谁知道 太热了 你这么冷 热水 就很大烟 对吧 谁知道 屋里面的烟雾探測器 还会每隔几分钟就会狂响 但是由于去到当地的时候就周末了 等到星期一的时候才打电话给经纪 打电话给经纪问 谁知打电话给经纪的时候 原来他的恶梦还没完 还有 他说 那个经纪就在放年假 就是在放年假 再有时间等 然后他打电话给那个 传媒的那个手机 谁知博了他为言讯商 哈哈哈 他说再试下 传他的email email当然不会回覆他 他打电话给他 对啊 怎么回覆你呢 手机都不听了 怎么回覆你呢 我估他两部电话 打电话去那间 租屋的地产公司 问其他职员 谁知其他人 就没人帮他跟进了 就是说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他 后来唯有等到 叫做 那十几天 隔离完了之后 就出去找 其他的经纪公司帮帮忙 后来终于 就安排到人家 上门帮他 搞定他 都捱了很多日 很多日了 应该不可以接触皮肤 立即辣死你了 臀部都红了 小朋友帮你洗澡 哎呀 真是都惨了 那现在呢 就说 叫做好 那为什么呢 刚才不是说了 有了那份 小册子 让他们知道 找到合适的 物业 给了 订金 原来要 要签一份 叫做 租务合约 那些 这样的 要留意合约里面 有没有什么内容 租金的 金额 多久要给一次租金 哪个负责 维修哪些 保养哪些 定立一些责任 规矩 例如什么 食烟 租 没吃烟 宠物那些 这些要搞定它 你可以去 投诉的 有些叫做物业申诉专员计划 你可以 自己上去投诉 或者财产 補偿计划 计划 什么的 类似地产监管局 你投诉 持牌人 有持牌人的机制 都可以投诉 不很难的 我看到那个网站 你回答 五个很简单的问题 然后再写投诉 然后 如果 八个星期都拿不到 一些满意的回复 你就可以 联络经纪 半年后 半年内 跟谁投诉 都可以的 是吧 很久的 听的程序 是啊 哎呀 他们没办法啦 你不要想得那个世界太单纯 哎呀 洋人一定是好人来的 怎么怎么 是很诚恳的 不会的 你看这个多厉害 放大架的时候 真是你找不到的 这些完全是 好像宗教那些 去退休的 你完全是找不到 可能在山洞里面 面壁 那些这样的 就是不要找我 什么都看不到 那我们 今集就分享了这个 B&O的故事啦 有些人说 英国那些经纪 是比较无人情味的啦 那 真的要跟他租客说 租客跟他说些什么 有时都是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的了 叫自己解决啦 有些当地的 都会这样讲 英国的经纪 我觉得不单止经纪 有时 朋友还朋友 你做事还做事 他们的取态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了 那好了 我们今集不如说到这里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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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